新北市树林區的一棟移工宿舍 在凌晨突然竄出火焰 那么当消防队抵达时 宿舍的二楼已经全面燃烧了 甚至一度传出 有移工受困在里面 现场情形 请记者李彩珊带我们掌握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栋民宅的二楼窜出浓浓白烟 从窗户外面看进民宅内部 还可以看到明显的火势 消防队人抵达现场后 赶紧布水线灌旧 因为里面有移工受困在里头 这也是新北市树林区三郡街上的 一栋移工宿舍 在六号凌晨突然窜出火焰 消防队员货报抵达的时候 宿舍二楼已经全面燃烧 甚至还向上延伸到三楼 而宿舍里面还有四名移工受困 但也难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二楼跟三楼分别住了 总共加几十一人 那最后我们苏山的四个人 其中有三个人是具房性的移工 九点的一开始我们来 大概是二楼 来说比较严重 至于说真正的起火原因 还是要有在我们火调能源来调 所幸国事在三十分钟后 就被控制住 而被救出的四名移工 其中三个人送医救之后 也没有大碍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将时间尽头将一个棚内